早安各位 現在是10點多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買個咖啡 買完咖啡之後我們要去一下雅超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米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買一下米 欸我頭髮真的好毛喔 有聽到烏鴉在叫嗎 好多喔 一百七十鐘 人士機 龍舟嗎 龍舟 看一下 超美 來到我們的星巴克 來排隊 這個人昨天說要帶我來喝星巴克 開心 這個應該才40塊 兩個40塊 三個60塊 超美 這個人在那邊給我看玩具 會的木 有小鷹欸 還有沒說很戰士 喔好漂亮喔 買到咖啡了 太好了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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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時期才不一樣 不一樣大 屁啦 我亂說你啦 我們現在要前往去吃河 因為這個人一直念念不忘在Food Square那邊 好吃的河 河 所以我們決定 對越南河粉 所以我們決定現在要直接衝過去吃 出發吃福去 我覺得有出來的日子 這次影片會比較有趣一點 我昨天在家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反正因為我很想看書然後我就看了書 我是有把那個都要打完時代沒有三分之一吧 欸其實蠻好看的欸老闆講 而且我從來沒看過眼睛 現在電車就在我們前面然後他停下來 因為有人要上車 所以這畫面還蠻可愛的 他們經常這樣 然後電車是不能超車 在他停下來的時候 對 電車如果停下來的話 這邊 旁邊的車是不能動 對 全世界就為他而停止 你不能讓我超過他 很可愛欸 你看像這樣他們要上車的時候 這邊 左邊的車都要停下來 就是不能超過電車 他後面的燈會亮 你看他後面的燈亮 不是是那邊有個STOP 他那邊門上會有個STOP 這樣子 然後看他關門之後他就可以走了 喔 我想說是因為後面那個車有燈亮 應該也是 不是吧 他旁邊有個那個STOP 還是這樣 跑出來 有點搞笑 反正呢 墨本就是一個 我覺得 是一些交通很亂 然後很多東西 很複雜的一個地方 可是大家又自可以找到方法 可以就是解決它 還蠻可愛的一個地方 你自己想一想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咚咚你的小腦袋 小腦袋 我腦袋只有多小 確實是很漂亮沒有錯 他那個沙發什麼 餐具組 你啊 你說你啊 你說你啊 不是 不是 你跟我說你要 你要戒掉雞排 你要開始減肥 你跟我說你這樣下去不行 你說 你那天說說 我應該要把雞排戒掉 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態度 這樣好像不行對不對 對 我會覺得 我要去看肥胖整組 呵呵呵 又火了 我幫你跟他們講 我們要來吃這間盒 這個黃色招牌這個 Open 我們終於來吃了 上次我們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帶現金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吃 所以但是這次我們有帶現金了 這種是蛋糕 謝謝 這是我們的盒 我點的是 一般的 對嗎 然後這個是蝦子的 然後他的是蛋糕 然後他還附了一個 這一個 將 這是我們的午餐 我愛你 that you've never seen let's go to the museum I'll explain it as a coffee shop I know youedon get it but there's no need to fret it It's like a gift Luah But no may bite be too much and rainро might take a while thank you for coming I know t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ything 我們吃完了 現在要去對面買一下越南麵包 越南麵包 越南麵包 這間越南麵包經常在排 這邊就是這個Hot Fush Bakery這間 我們買完了 這邊是那個Fush Bakery Market 這邊的Market裡面賣蠻多 就是一般的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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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市場 只不過他傳統市場裡面的價格可能比較便宜什麼的 但裡面非常非常多東西 我們之前去的時候會在裡面迷路 我們要回家了 然後我們覺得這一間就是我們剛去吃的這間Fush 比市區的還要好吃 那我會再把資訊放在樓下的資訊欄 不要忘記去看 那我們就家裡見啦 各位午安我到家了 然後現在我要趕快來把我昨天的Vlog Vlog把它剪完 但是我昨天發現我昨天超沒有精神的耶 就是也不知道你們在看起來會不會覺得我真的超沒精神的 但是我今天很有精神 可能是因為我睡得比較飽 然後早上也洗了個澡 所以早上比較有精神 然後呢我忽然發現 我這眼鏡一定要戴到就是 我的三根這邊 就是這一塊 我這一塊骨頭很硬 然後我覺得應該要戴到這邊 感覺比較合理 可是旁邊就會變得有點奇怪 不然你們看 後面有點奇怪啊 我自己覺得可能有點怪 可是因為它是抗藍光眼鏡 所以我就想說 該用的時候還是要用 就管它好不好看 用就對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把我影片剪一剪 等一下就可以上傳啦 我們在這邊 我不喜歡 我們在這邊 兒子 這邊 妹妹妹們 Erick 我們在那邊 關於 我 恭喜 我 媽媽媽 來 媽媽媽幫你弄飯 我 我 就是 為什麽 Databases 解冒 狀��ml 狀 ler AU 自然 嫌 可以 保留 做完 你們剛才有聽到他一直在跟外面的小朋友講話嗎? 不知道 因為最近都有小朋友怕來跟他講話 很好笑 就是 我說小朋友通常都是那種小動物 這樣 然後在家說小朋友的時候都會這樣 反正就是有一些小鳥啊 會跑過來跟他說話什麼的 很可愛的 我影片剪完了 耶 現在在等他RAN 我今天穿的衣服跟昨天一模一樣 因為我昨天根本就沒有出門 然後我想說那 反正衣服也沒有髒就再長一天應該也沒有關係吧 那等他RAN的過程中呢 因為RAN的時候電腦是不能動的 動的話他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所以這段時間我可能就會來 繼續讀一下我昨天在讀的書 然後今天晚餐也不用煮 因為今天晚餐應該就會吃 我們剛才買的那個越南麵包 所以都不用動什麼東西 今天也就是一個還蠻開心的一個 無手事事的一天 可是要看一下書 對 因為前幾天都出去玩都沒有好好陪他 所以今天也會好好陪你 對不對啊寶貝 我最近在看這一本 阿文西傳 應該在台灣都可以買得到 因為我這個就是從台灣寄來的 我是在那個什麼 我是在伯克萊買的 我超誇張超瘋 不要跟我一樣這樣做 我寄一次之後我就後悔了 不行 絕對不可以從伯克萊寄東西 而且重點是 這本超厚 我竟然從伯克萊寄過來 我真的是瘋掉了 反正這本書呢就是在講說 當文西從他從青少年時代就是 他有記錄下來東西的時候 開始講他的一些歷史故事 然後把他的自傳嘛 然後他裡面就是會有一些圖片啊什麼的 例如說像這個 像這種他就會有這種照片 然後他就說從他童年開始講 說就是大概簡介一下他自己的一些家世背景啊 或者是他童年是怎麼過活的 然後我覺得他最棒的一點就是他會有 像他這種就會有圖片 然後我覺得最很好 然後他這邊就會跟你說 他在某一張圖裡面他的肌肉線條畫錯 可是他其實之後他在畫那些肌肉線條的時候 都是畫對的 因為他有繼續在解剖人類 然後這時候就開始在想說 他們那個時候在解剖人類的時候 是一個合法的事情 還是不合法的事情 因為就會覺得說 在最初他們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他不管是解剖誰 他都要 第一個一定等他過世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一定要 就是家屬同意讓他解剖 可是不可能說解剖一個人 他就可以了解說 他就可以了解全面的什麼肌肉線條啊 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是有解剖過 蠻多人之後 他才會研究出那些骨骼 或者是一些肌肉的不同 或男女肌肉的不一樣 這樣 除此之外呢 他會有一些作品 像是這種 這種就是他在畫那個透視圖的時候 因為他他的透視概念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他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 就是馬上就可以把那些透視的概念都抓到這樣 就覺得 嗯 非常有趣 對 就這樣 但是我這一本書其實花蠻多時間在看的 因為就是會想要仔細的去看他每一個細節 因為他每一段故事他都在講他的一些技術上的變化或心情上面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還蠻值得一看的 因為他我覺得這达文西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人 因為他同時間對於一些生理啊 或者是藝術繪畫還是物理學那一種之類的 都非常非常的專精 而且他還設計出什麼就是炮彈啊武器啊 還有城牆啊他們該怎麼去做啊什麼的 就覺得嗯 他是外星人吧 像我這種小腦袋都想不出這麼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就覺得他一定是一個不知道就是很想認識他這個人 對 但是認識他之前我也一定要先學好義大利文 我剛才看書看到一半的好腦袋突然在閃過這麼說 暗地窩紅的書 這本書是在我剛來到澳洲的時候 然後我在一家書店買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那時候想要借我這本書然後來提升我的英文能力 可是我並沒有發現這本書才是他用的單字 對我當時來說是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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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困難 然後所以我在想說隔了大概一年多吧 我再把它拿出來看看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裡面他就是認真在寫Andy Warhol的一生這樣子 看他是怎樣發瘋然後怎樣成名什麼什麼的 也是他的自傳 你看英文書這麼薄 中文書那麼厚而且還是精裝爛 這個超適合帶出門這個完全帶不出門 然後呢我現在看書的方式我可能不會單字 我就會把它寫下來 然後就是順便背個單字吧這樣子 我覺得之前我在寫作業然後看東西都要看很快 然後就只看他的開頭跟結尾 然後那個時候都會馬上去掃過 可是從來都沒有真的好好靜下來 就是把一整篇的一些論文看完 所以在回來看這本書的時候 老實說會有一點就是 有點難靜下來 甚至是看這本中文的打完西傳的時候 其實還蠻難靜下來 所以就想說藉由這個暑假 然後看能不能重新找回那種看書的感覺 不然我真的覺得沒有看書這件事情 還蠻恐怖的 因為雖然一直在吸收東西 可是靜下來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需要訓練出來 對 所以忽然間想要這本書 我就想說要重新重挪 從頭開始看 加油 但是我就把它當故事看啦 就順便提升一下自己的英文能力 應該是可以 然後又可以了解安地握口這個人 就覺得 嗯 一舉兩得 然後那小朋友剛才在那邊 你看 在這邊 小朋友 Coco啊 Coco 你最笑她的時候她都會回頭 超可愛的啦 Coco 嗨各位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看完書之後她 書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通常書會長這樣 一堆小小小的記號 然後其實就是一些單字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遇到什麼奇奇怪怪的 當然我就會畫起來 因為這是她自己的一些 就是對於藝術的想像 就是看來看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在課堂上 我們所我們所了解的是一個道理 然後跟她這個道理的發源 不會去特別了解一個藝術家 就是她自己心裡內心真正在想著 只有看書 或者是去看一些別人的一些research 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家我以前是這樣想的 或者是說 原來她的思維跟她的藝術 是怎麼連接在一起的這樣 就嗨 我自己就很有趣啦 好我現在我的 我的影片已經run到34而已 我覺得可能今天傍晚的時候 才能夠上船這樣 但是昨天的影片老實說 有一點點的消 就是比較無聊 因為我昨天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就好累喔 然後我傍晚的時候 就不小心睡著 就 我竟然睡著了 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平常的我是不會睡午覺的 然後如果我真的睡午覺的話 就代表說我那一天或者那一陣子 我真的太累 我才會睡午覺這樣 我現在想要來吃 我們今天在那個韓 越南店買的 越南麵包 裡面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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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是點BBQ口味的 然後它最特別的是 它的醬跟它的麵包 非常非常的好吃 可是 重點是一定要趁 剛做好的時候吃比較好吃 因為之前我們好像有一次 放到晚上吧 還什麼的 好像有不小心冰冰箱裡面 然後那麵包就變超硬 就很可惜 它麵包非常非常脆 又軟又脆的麵包 非常飽滿 雖然料不是說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贏夠了 1-2-3-3-1-1-1-ette-2-1-2-4-0-1-2-6-0-2-0-4-1-1-0-3-2-0-3-1-0-?? 之後是 că Ito Hurrica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座就可以變焦哥哥東西 好安喔 我現在看完了 每次看完自己的影片都會覺得有點 乖乖的 ok 然後現在我就要先把新的影片 就是今天今天早上拍的東西剪一剪 因為今天早上的東西比較多喔 因為有出門 我最喜歡出門日子 因為有出門的時候影片就比較不會無聊 我要先把這些東西先剪完之後呢 這樣子 今天晚上才不會太累 那我開始剪影片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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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影片呢 就會到這邊結束啦 因為我發現影片的時間還蠻長的 就是 光是我看書那一段 我就可能要一直 一直把他們剪掉 可是我不知道會不會剪的很短 我還不確定 那今天的影片就會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按個讚 我好久沒講這種話 不要忘了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那記得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明天見 Bye